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聊中国和法国在核能领域的差异 尤其是为什么中国的核反应堆建设成本会比法国的便宜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原子能的竞赛中取得进展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工业日益成熟 还因为获得了许多资本的机会 而法国目前似乎在这方面不太有运气 接下来我们也会探讨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情况 彭博社提到中国已经累积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离岸投资 而这些资金可能会因为美联储降息而回流至中国 这引发了对于人民币未来走势的讨论 有人认为虽然中国的掌控能力很强 但也面临着不少内部问题 这让人不禁思考 这样的情况是否真的是毫无信心呢 最后我们还将关注中国的PDD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 分析师们的看法可谓五花八门 从担忧财务透明度下降到对未来市场份额增长的信心 不过这一切都让我们期待着接下来的发展 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NVIDIA财报后 市场或许会出现新的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塞纳盛说 法新社问 为什么中国核反应堆比法国核反应堆便宜 中国正在以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速度继续原子能竞赛 除了得益于日益成熟的工业和获得特权资本的机会 并且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 法国目前就没有这些好处 发表时间 大家计击 94% E5% A0% 86% E4% B1% BF% E5% AE% 9C 麻婆豆腐说 彭博社援引Urizen的StevenGen的话说 中国公司已经积累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离岸投资 如果美联储降息 推高人民币 其中多达一半可能会流回中国 货币操纵的工具很多 可观可控在任何领域都是刚性要求 不能期望人民币会大幅升值 因为违反可观可控的原则 中国的一切都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里 石爷说 中国的掌控能力之所以强大 使其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 麻婆豆腐说 确定不是没有信心 在地板上翻滚大笑 石爷说 中国的掌控能力之所以强大 使其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 而习近平羡慕 极度恨 揭灭 新加坡官僚为何如此出色 上思想兴趣报 Tap Future 徐 richtige 一 ничего 一 hist要 一无法 voyez Eye iban 售 淘 涉 不懂数学就是不懂人工智能 但是人工智能也设不出大多数数数学问题 更不用说数学研究体 富爱一百说 分析师对PDD股票 在令人失望的财报后的看法如下 伊麦格里 麦格里分析师将 PDD股票评级下调至中性 理由是盈利可见度下降 他们指出 管理层对行业竞争态势的保守评论 是一个负面因素 暗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周期 虽然PDD的盈利波动性历史悠久 但财务可见度的降低 可能会进一步压低估值倍数 二 花旗集团 City 花旗分析师也将 PDD股票的评级从买入 高风险下调至中性 高风险 他们表示 由于公司对投资者沟通的限制 缺乏运营指标和财务细分披露 以及管理层的谨慎前景展望 该股票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直到PDD通过几季持续的业绩超育起来 重新获得投资者信心 三摩根大通 JP Morgan 摩根大通持相对更为乐观的观点 认为 尽管财务可见度 因在投资信息而恶化 但他们认为 未来几个季度的投资规模 不会妨碍PDD实现双位数的利润增长 基于在中国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 和TMI的快速盈利增长 他们建议在股价疲软时买入 并等待美国大选结果 以解除TMI的不确定性 四Benchmark Benchmark认为 尽管风险增加 但PDD的基本面并未受损 尽管从超预期 转向了更不确定的前景 PDD仍应继续在国内市场上 占据更多份额 并具有国际增长的潜力 考虑到PDD股票的市盈率 已跌至10倍以下 他们认为市场反应过度 5.伯恩斯坦 Bernstein 伯恩斯坦指出 PDD降低利润指引 导致股价大幅下跌 但他们认为 公司的信息 可能不仅仅是针对投资者 通过对商家更友好 和投资供应链质量 PDD平台有望更强大 并在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 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即使在管理层指导下的 利润预期降低 PDD股票的市盈率 也低于阿里巴巴和京东 这些分析师意见 展示了市场对 PDD股票前景的多元看法 从担忧财务透明度 下降到对长期市场份额 增长的信心 黄教主明天 NVIDIA财报后 接受彭博社采访 实验说 中国核能运营容量有望 在2030年前超越法国和美国 成为全球核能生产的领头羊 二度解析 2024082系 SX4分之被MJ6146 达特豆腐说 核能不会过剩 电力不会过剩 还是攻击车德鲁 萨克斯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关键 在于关闭北约的大门 印度和中国争夺和平使者角色 尊克世界2024-0827 不要过来HUD这 我是ZZ说 HTTPS MPwexen QQ.com S MobBZWJVM 下滑线 MK49 TZRF3KKQ 甜点 说 Warren Buffett sold another 980亿美元 Million shares of Bank of America He's getting ready for a crash 麻婆豆腐说 事实上 百度首席执行官Robin Lee & Hong表示 中国有太多的大型语言模型 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在过去十年中申请的 深城市AI专利数量中看出这一点 超过了 美国6比1 但尽管如此 在2010年至2023年期间 只有一个中国组织 中国科学院 进入了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前20名实体 研究表明 超过80%的AI项目失败 浪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本和资源 报告 报告显示 超过80%的AI项目失败 浪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资本和资源 Tom的硬件 TomsHardware.com HTTPS WWW.TomsHardware.com TechIndust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shows more than 80 of AI Projects Fail Wasting Billions of Dollars in Capital and Resources Report 谁也说 百业象征 我要开支 中国政治现代化 自10世纪到20世纪的一千年里 输出财政 现代化的门槛上 却始终未能取得关键突破 什么原因 大学杀了 5814期张秀宇 罗小 Taps Wolf Tom Weavinelli 菲尔西内野 CMDTS P6Y7 新加坡著名外交官 回忆录 从外议中央到家门 李光耀 神童年终思想先去报 Taps Dropsey Wex3ML S44 中国领导层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外国的批评 在习近平之下 即便是建设性的外国批评 也被视为打压中国的纪念 六度解析 2020-0828 A3ML W-4256 黑底线路说 何止是外国的批评 本国的批评也是接受不了的 不好意思都是抹黑 石英说 太糟糕 海牙说 美国还是厉害 说拖就拖 拖得很快 明哲说 焦虑程度不一样 效果就是不一样 麻婆豆腐说 数字会骗人 墨西哥和欧洲的数字里有没有中国身影 海牙说 当然有啊 先转口再本地化 需要一个过程 亚洲崛起 实验说 政府支持的产业是更具有竞争力 而不是最大一个油脂 产业政策的低本条件如果缺失 政府支持的也只是围楼共同的只是时间 灵异支持了 灵异支持了 正看我们的行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实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